受到疫情的影响 好多店家几乎快撑不下去 包括我们熟悉的老味道 或是家里附近的小餐馆 这家经营半世纪的客家小馆 尽管生意掉了八成 老板坚持不让员工放无薪假 他说员工也是要生活啊 所以七十多岁的夫妻俩 扛下责任 做便当 拼外卖 努力撑过开业以来 最掩护的寒冬 不知道已经多少天了 门打开 网块摆好 就是等不到客人 空空的桌椅 静得让人有点心慌 如果不是靠着便当 外带 一天的营业额 连水电都不够开销 生意你说叫了七八成 这么多啊 七八成 对 万一开店快五十年没有这么 没有 以前那个萨石的时候也没这么惨 三个配菜 然后一个主菜 所以今天的主菜是 有梅菜坡肉有鲑鱼 有葱油漆 看起来很澎湃 就是让客人有食欲 这便当都快满出来了 对 就是不能 不能给客人吃不饱啊 店里的招牌菜肴 全都浓缩在这个圆形的饭盒 便当也不能马虎 老板蓝轻语有他的坚持 半天会不会担心到睡不着 有时候月底的时候 整个晚上都睡不着 像今天 昨天晚上就没有睡 昨天没睡啊 因为今天 所有票都开在今天啊 哦 薪水也今天 今天 票也今天 对 对 怎睡得着呢 月底了 该缴的贷款都得缴 员工的薪水也得发 这一波病毒疫情 几乎击垮了餐饮业 七十多岁的蓝轻语 烧老本 说什么也不让员工 休无薪假 舍不得啊 对啊 因为他们也要生活啊 哦 像那个外面这个员工 他是印尼啊 外来的 他来这台湾就要赚钱了 如果没有工作之后 他就也是 也很惨了 招很多 对 因为有时候外国人很多 外国人啊 新加坡 然后马来西亚的人也有会来 是 本来以前这边都是小菜 对 这里上面也买 下面也买 现在就有了 所以老板撑得很辛苦 还好除了一头外场 厨房里都是一家人 这边炸鱼的是太太 那边炒菜的是弟弟 再加上他 三个人年纪加一加 都超过两百岁 主打家常菜的客家小馆 开业将近半个世纪 风里浪里的 什么没见识过 真没想到会有生意 如此惨淡的这一天 股票换点开始讲起吧 股票换点然后跌到两千多吧 那时候很多商家都没有生意 包括我们也没有生意 但是显得差很多 但是没有像这一次这么严重 然后再来就是市长换人的时候 八大行业被取缔 所有的店家都做不下去 因为像我们这条街吉林路 几乎一半以上的房子都空出来要出租 等于说店家都把店关了 因为没有人来消费 一直到现在 然后到中间有一个SARS 但是影响但是没有那么严重 但是这一次武汉肺炎生意都没有了 客人都不敢来 然后一整天一周没有 有 差不止八层 差到八九层 会烦恼吗 对啦 说人家这么好 做人家这么好 还是有薪水可以命 薪水把它换了 看老板娘很热烦 老板比较会烦恼 老板是嘴巴会烦恼 嘴巴烦恼 你是烦恼在心里 没有 我不管 反正一定撑得过去了 对啊 年纪这么大了 有什么好担心 真做做的 有个大风大让你都经历过了 那这支春酒 取消了那么多座 好可惜 对啊 换粥 过年的时候还没有差 不过他开始取消的时候 原来是一个春酒 他说不能群聚嘛 老板娘很乐观 做多少算多少吧 真做不下去就收一收退休 孩子们也没兴趣接 但是老客人可不愿意 这道福菜提庞 陪伴了多少个年节欢庆啊 说起这道功夫菜 天没亮就得开工 我说四点多就起来做了 四点多就要起来做了 因为它肉送来是四点多 那过年可能就要做到手软 对 年菜一定要这一道 年菜因为年菜有时候 它来不及那么多 要先进货 这几千个 很厉害啊 一个一个做 就你一个人这样 我先生也会 它比较慢 这道招牌菜是岳母的拿手 蓝清宇虽然不是客家人 但是娶了客家女儿 店里的菜可道道正统 四十多年来 厨师来来去去也超过百人 目前台北许多客家菜馆的主厨 都出自蓝清宇的厨房 能开创一番事业 蓝老板总是大方祝福 现在更希望大伙互相打气 互相取暖 一起撑过餐饮业 最酷寒的冰河期 台湾一切了一个故事 以全新的面貌呈现 努力提升画质和品质 希望带给您耳目一新的感受 感谢您收看 我是白心仪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